演艺圈一个惊爆的消息 这个描述呢 说是个淡出影谈的影星 王祖贤有一位17岁的私生女 那么根据周刊的报道 说王祖贤呢 当年到台北是一间妇产科 要求银产胎儿 而胎儿已经七个月大了 而为他银产的这名 助产是傅瑞娇呢 就是十多年前 范英集团的主嫌犯 周刊说王祖贤不知道 这个胎儿银产之后呢 又被他救活了 而现在她是一名高中少女 叫做小雨 有听障的问题 根据周刊的描述报道 他在眉宇之间 跟王祖贤的确有几分审视 你以前能所做病例的交接吗 什么叫病例 这是以前的一些 虽然你说说看 如果是你从今 偷偷跑来这里住了 你现在还敢来吗 根本就不敢来的 一般的人有名的人 假如跑到哪一家去了 几二次就不会去的 问到传言王祖贤有私生的事情 一概不知情一说万话 马上快闪 把铁门拉了下来 下午两点开始看证 铁门却迟迟不开 会这么低调 就是因为传言 17年前院内助产室 傅瑞娇 曾经帮王祖贤接生过小孩 不过因为自己是 范姻集团首脑 才让整件事情曝了光 传言是王祖贤女儿的小雨 1994年12月 就出生在这家 以前名字叫做 从爱妇产科的医院 而当时帮她接生的助产室 同时也是范姻集团的首脑 傅瑞娇 周刊披露 罗祖贤17年前 生下私生女 就叫做小雨 虽然没有经过DNA比对 但是看看两人照片 同样有着浓眉 还有一双大眼睛 真的十分相似 传言当年 王祖贤怀着7个月身孕 跑到医院迎产 就迅速离开 不过王祖贤却不知道 傅瑞娇偷偷把孩子 放到保温箱救了回来 小雨还活着 但是早产 也让小雨引发听障问题 后来才被 现在的羊目给收养 小雨出生的关键时间点 王祖贤却没有任何作品 孩子到底是不是王祖贤生的 如果是又是跟谁生的 1993年9月 当时王祖贤和已婚 附上林建月传恋情 不过10月就开始很少现身 传言小雨就是在1994年1月出生 当时演艺圈就盛传王祖贤怀孕 是不是真的当时影产期月胎 因为之后一个月 王祖贤就付出拍广告 1995年6月 就跟林建月分手 1996年3月还跟齐情复合 95年前后 刚好都是跟林建月在一起 不过王祖贤现在过着隐居生活 有没有私生率 恐怕还要DNA才能证明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